使用生活小技巧 吃恐怖氛圍製造指南 本期节目推出了 全新的奇幻精通主题 体验过程中 嘉宾们喜笑颜开 心旷神移 乐在其中 为了让广大网友 也能享受同款乐趣 考南来了在线教学 如何在生活中制造恐怖氛围 吃 首先你要游个正 然后你们游个服装导演 男果 游逼的喜欢男果 服装导演指你呱啦 我觉得这个还行啊 这个是最精通的场地 每个场地都很精通 还是拍长歌吧 不要拍他这边 搞错了 再来 这种颜色其实蛮对 加上一条就有诡异的光 我来个那个基督山伯爵的光 对 这好 这好 蓝色绿色为止 比较阴森一点 漂亮的一个就是眼睛 帮打眼 这种 这种快 这种快了 吹大方 空心 铺两个 够 电风扇也行 你铺两个电风扇 还行啊 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 到时候肯定会有那种惊悚那种感觉 加电脑 隐约隐销 大幕都拉开 对吧 关上 然后进来了 稍微有点光 然后灯全亮 然后里面有骆驼 然后大家开始笑着了 算了 算了 不要骆驼 我们接着都约 对 好 这时候 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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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期待里面 这一幕其实是什么 对 大家先去关注 这四盏灯一直在亮着 我就没法就是进入这个氛围 我看 我再感受一下 再走一边 亮了 黑了 对 就是稍微有一些变化 心跳的感觉 对 蜡蜡的那种感觉 烛光的那种 太快了 你再慢一点 等Q 你再拉木 然后稍微慢一点 越慢越好 不着急 这个木拉得越慢 越有那种感觉 还走一边 快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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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边又一边 那那个木再拉回去 对 都不着急开 这时候可以开 对 慢一点 我们重来吧 到处这里头 全得给它黑进来 我们先调一遍 然后那个等一会儿 油皮地来了之后 现场再改一下 大致的这个就是排好 它再改 就是调细节了 这样比较节省时间 对了 下一步你还要有那种导演 再两边是吧 对 因为一会儿还有那个投影下来 投影效果不是特别好 不是很清楚 好 还不过这样看吗 总保验 好 细节 所有的灯全部黑掉 黑一下 谁让大家意识到不对劲了 然后再光把这个东西打出来 能不能一下来先不要动 就这样 朝正面弄出来这样 开始慢慢动 要不然它就追着看了 可以 来 口细节 让他们把这儿滑着 这样的东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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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搞大 还是打开 口细节 把这个砸碎 结果成功 我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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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它可能最后砸进的 就会有这个效果 它不敢拿半天 确定没事不会见 没事 只要远一点 对 但上面这 一旦碎会往出风玻璃 如果不碎的话 它 对 我们一般砸的都是 这种的多一点 那它这样也是 科学的吗 有我的力气大 那我们贴两层吗 那我再试一下吧 最后夹上这样那样的操作 请不要墙 让屋里蒙 闪在你的光 对 有点像那种闪电 闪电之夜 闪电的感觉 一直闪一直闪 一直闪一闪 突然闪一下 让我们来看看效果 我嚇一跳 我嚇一跳 救命啊 走 上去 別唱這歌 觀眾朋友們學費了嗎 時間過得很快 又到了要跟大家說再見的時候了 大家要繼續關注我們的跑男來了 也要鎖定我們浙江衛視 每週五晚20點20分的分跑吧 好了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